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瓶 現在是凌晨的3點55分 讓我做完這條影片才睡覺 這條影片是說什麼呢? 王夏威只要去8月11日就要離開香港 他最近搞了一個戰行的宴會 請了很多朋友去的 但當中她老公就黑了臉被夏威夷騰 說一下夏威夷溝仔的秘笈 另外他們會爆發性生活 你不要吃東西後才聽這條影片 另外這條影片亦有一宗即時新聞 昨天晚上會說一下 有一個人一對夫妻 另外一對夫妻 在紅墟口乘搭的士打老婆 然後的士司機幫拖 想著報警 慘了 被老公打一份 你說慘不慘呢? 好了 我們現在說證文 夏威BB將會在 接下來這個星期四十一號 就是跟隨她86歲的老伴潘炳烈移民去美國 你看潘炳烈年輕的照片 很像詹姆斯丹 其實夏威夷年輕也很美女 原來好像有個陳芳堪生的就粒 但不知是否拉皮 拉到不見了 我有一次形容她的胸是否假的 但有一個類似夏威BB的人 留言給我說是真的 我不知道是否她本人有看我的影片 Anyway 夏威依 不知道 夏威依帶著皇冠 非常開心滿場飛 但她老公因為不滿變成吉祥物 不斷被要求合照 而黑了臉 還生氣得像小朋友一樣 雙手托著頭 好像嬰兒一樣 兩個都是嬰兒來的 真的很想另一個 即是當時的記者想另一個 玩具車給她玩一下 這個記者也挺有趣的 嬰兒見撞 兩位加上200歲的麒嬰夫婦 非常甜蜜 強調今年只有89歲的夏威依 因為我查wikipedia她是91歲 不知何來 減了兩年 不要緊 女人是這樣的 她更加自爆自己的性生活 依然美滿 她說就算老夫老妻 都有開心的事 真的令到心離一離 哈哈哈哈 這個記者 荒謬平 寫得非常好 我經常都看她寫一些東西 寫得很好 她應該跟夏威依好朋友 另外就是 夏威依人緣不錯 離港之前 相約了一班老朋友 在酒樓見面 和寶寶做了幾十年老友 80歲的盧海鵬 就算行動不方便 都現身 還有一班 阿視之友 就有潘志文 徐寶鳳 魏秋華姐 和王偉 都出來了 還有 邵陰陰姐 呂山 車屬梅夫婦 劉瓦麗媽媽 包曉華 還有張惠文 經理人 方俊 和方麗瑩等等 方麗瑩是誰呢 雙錦與天的原唱者 還有千歲演 每一台有豐富的獎品 台上有切燒豬 我只知道 那些人嫁女 如果真是儲女下海 真的有燒豬切 有省絲和演出的座慶 當時 車屬梅姐 送上精緻補償禮物給她 盧海鵬和張惠文 經理人方俊 都有和她一起戰行 當晚朋友大部份上了年紀 而菜單有燒尾拼盤 哇 想起流口水 炸蝦 有沒有牙食 小心吞 還有花膠 還有蒸籠蛋 挺懂得吃 不單只懂得吃仔 食物都很懂得點 有金色 茶葉 中國酒 終成藥 還有寫著香港人乾媽的紀念品 你可以帶這些紀念品回到美國 放在床頭上 看看香港人有多掛念你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現在 她去到美國 都可以更新她的IG 看看她現在過的生活 可不開心 當晚方俊和方麗瑩一起唱 世間始終來好 而包曉華女生 偽親華合唱 萬水千山總事情 最喜歡熟女歡迎的 陳年濫 濫神 就是一個潘志文 自己獨唱 《大地恩情》 然後她和寫歌 一起唱歌 《禅遠中性》 哈哈哈哈 主人翁 上台 知謝詞 她說 我很想哭 很不捨得大家 你們太疼我了 這樣 老實說 她年輕是很美女的 但不是說美不美的 你看她身邊三個重要的男人 上次我做過一條影片 好像胡發泉 還有林嬌師傅 還有潘炳烈 潘炳烈 他們比較晚年的時候 五十多歲的時候 是遇到的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 三十八年了 兩個人在一起 你看她三條兒子都這麼爽 這麼正 所以她很懂得吃仔 除了懂點菜之外 另外 那些人雖然未見到有雷剛 在台上講感謝詞 但潘志文立刻拉高沙尾 作狀地幫她抹眼淚 全晚各個表演都很興奮 看嬰兒戰行之餘 亦跟她圈中很有敘舊 唯獨是她 太偉嬰兒的老公潘炳烈 就好像完全不關她的事 不肯上台 又呆坐在一個主家席 自針自飲 嘩死了 你現在也是這樣 你明知道你老婆滿場飛 原來她不滿 直肩巴奪地被人集油 而面孔孔的 更加發老皮大佬 拍夠了嗎 這樣 連下衛衣BB也嚇到死了 但乖乖地坐在她身邊 然後向左手打眼 她很聰明 她很聰明 她很會追兒子 哄兒子 視身邊的人 幫忙互嫁 擋開陌生人 哈哈哈哈 擋開陌生人 過去陌生人 走過來叫我老公拍照 就是她這樣說 當時潘炳烈 氣得雙手抱著頭 無聲抗議做了吉祥物 幸好很多朋友和她聊天 潘Sir才笑回來 另外就是華姐放下家裡的事 因為你知道前陣子 吞拼白金 你知道吧 你不知道的話 你看回我的影片 跟呂山姐姐 還有魏秋華姐姐 一起合唱座慶 強調人在做天在看 我經常都說 一個人看她身邊的人 朋友甚至乎另一本 你知道她的底牌 其實夏衛伊 以前經歷了很多事情 香港人又不喜歡她 去到不捨得她 這件事 她自己的真性情 人們經常說她搶風頭 她有權選她朋友的長嫂 幫朋友出頭 也沒有什麼不妥 另外就是她後來 DNG的事件 也有發聲 所以就不要說她以前是怎樣怎樣 露遙之馬力 日久的人心 我們現在一樣都那麼喜歡她 那麼愛她 但是她不忘行善 邀請賓客為她 這個皇下為基金籌款 另外就是 講一下她們的相處之道 其實她跟隨她老公去美國 問到會不會戴鼻子 情趣內衣 跟她老公玩一下 驚喜 寶寶就說不需要了 自爆兩夫妻 還保持著有情趣 她坦白說 開心的事 什麼都有 意思是包括性方面 就算老夫老妻 也有老夫老妻的事 那什麼事呢 娜惟伊 什麼事 說人聽說多點 我是想你臨走前 說多點你的性身 哈哈哈哈哈哈 再問到怎樣保持她 長久的火辣辣的時候 她更加興奮的 爆了兩句給大家聽 燒騎騎啊 放毒蛇 她說 不辣怎麼可以這麼多年啊 更坦白 仍然有性生活 那記者問她 那性生活呢 她說 當然有啦 順其自然的 我又想 其實我突然之間 我應該 為了要做得豐富一點 我應該要想一下 幻想一下 但我一想到她 哈哈哈哈 脫細三個下 給潘Sir吃波餅那一下 我想我現在飽到 明晚這個時間 哈哈哈哈 不用吃東西 好了 不過 說到和老夫相似 嬰兒最重要是坦白 她說 性生活反而是其次啦 千萬不要說謊 所以說 就算她 不喜歡也好 都要坦誠地說她 聽的 而且大家互相引養 有時是她聰明一點 給她聰明了 有時我聰明 她是給我聰明 大家是平等的 好了 在旁邊的方進 寶春子 夏衛BB的身材非常之好 夠開心的 所以她老公對她死心疼地 哈哈哈哈 會叫她的 叫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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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英文名字的 寶春子 照單全秀 德斥地和應一句 是呀 我身材很好 所以上次 我猜是 有機會是她本人 哈哈 因為我下午就直播 她的身材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她剛才留言 寫下位寶春子的處名 那你知道 其實很多人 都會把自己偶像 然後改名 但可能她的粉絲 不必是她本人 即是那個人留言給我 她的身材是真的 她的經理人 Simon 就踢爆夏衛伊 其實很狂的 笑子 她打開野戰 哈哈哈哈 打開野戰 在哪裡 蟲蟲飛進去 Simon說 她有次送她去新田垃圾站 她老公接了她之後 兩夫妻很快就消失了 不在垃圾站做 不要嚇唬我 哈哈 她說 據Simon所知 她一回到家 就立刻 不穿衣不穿褲 潘Sir就投訴過她 你點點點 拉著窗簾先 寶寶聽完之後 立刻偷笑解話 可以放心 不是這樣 只是脫衣 準備進去洗澡 這是很自然的事 但她怕我被人看到 怕人看蝕她 好像以前 三十多年前 看蝕她 哈哈哈哈 真是 那些臣屎 眼藥水都藏了 她說 又說到 性方面 說了 說了一點點 但至於感情方面 究竟她們 在三十八年來 如何相處 有一次她曾經在潘炳烈提早慶祝84歲的生日 即兩年前 同時兼兩個人結婚周年 當時是三十六周年 她倆曾經經歷過很長時間的婚姻生活 兩個人依舊都非常之恩愛 和甜蜜 夏慧依週不時在Facebook上 share她們的親密合照 而且大談她們的婚姻之道 事實上 現在已經八十九歲的夏慧依 仍然是保持一夥少女的心 經常在Facebook上發文 和網友互動 甚得民心 好像她也有合照 和她老公一起 非常甜蜜 潘先生 笑到肩硬不肩硬 另外 她們當日在三十六周年 夏慧依也在澳門設宴 說廣結善緣 邀請給朋友 信到為她當時一月的生日 她老公一月的生日 提早慶祝 照片中看到她們的婚姻之道 她說 長久的愛情不在乎熱戀激情 這句說話要認真聽 長久的愛情不在乎熱戀激情 只在乎互相容忍 容忍 只在乎互相容忍 當到愛情的蜜月期 往往愛已經變成習慣 需要互相引揚才能白頭到老 有時有一個自自欺欺人的想法 假如知道對方有第三者出現 應該怎樣處理呢 夏慧依的答案就是扮不知 然後用愛去感化對方 令到她回頭 這些才是愛的真體 大批網民向她送上祝福 夏慧依的丈夫潘炳烈 就是香港的賽車之父 你看到她的黑把照片在左手面 真的很像James Tanner 但她的眼神之中 你又不見到她很辣 所以被夏慧依吃著 我相信她老公 潘sir應該是鱷魚頭老襯底 夏慧依玩兒子也有一手 兩個人已經三十八年了 相戀 原來夏慧依比她老公大 她老公五歲 所以夏慧依自己笑著說 我們是子弟戀的鼻祖 非常之開心 另外一篇講文 在洪隧道口 有一個喝醉的男人 她坐的士和她老婆在一起 打老婆 那的士司機就報警 但也被打崩頭 究竟是怎樣呢 灣仔發生了一張傷人案 在四號大約十點晚上 一名帶有醉意的中年男子 和他太太在天后 截了的士前往石結尾 當洗到洪水入口的時候 該名男子疑似因為和他老婆吵架 出手打她老婆 那的士司機見狀 就把車停在路邊 並且報警求助 但男乘客就遷路她多管閒事 並且施以襲擊 那的士被吐到頭破血流 那些衣服染滿了血 他負傷下車逃離現場 警方接到報警 涉及商人的男乘客 情緒更激動拒絕合作 警員合力將他按下 並且制服 而遇襲這位的士哥 他就回到現場坐查 經過治理傷勢後 和涉事的男子一起送去醫院治理 遇襲這位女乘客 經過救護員去治理後 也拒絕送院 警方經過調查後 這位男乘客涉嫌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被捕 事件影響到現場交通是一度受阻 唉好心 是不是 已經中年男子這麼容易 塌著的話 你還要這麼危險 一路坐車的時候 當然打得很勁 如果不是 那個的士司機會突然停下來 另外一單也是 在凌晨的 最update是凌晨的1點50分 沙田私家車撞搏的司機 哇 他在草叢被檢出 原來是帶毒的 在晚上大約9點多的時候 一輛車乘兩個男子的私家車 即是私家車裡坐了兩人 沿著沙田的私生隧道公路往九龍方向行駛 當駛到接近隔田村對開的時候 懷疑天玉路或失控 那輛車就好像打波子機一樣 先後撞向左右兩邊 防撞搏 然後石搏 然後停在慢線 車頭嚴重受損 砰把都飛脫了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一名23歲的男乘客 就在車旁等候 他對意外是自然誤對的 即是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並且指男司機已經自行 搭的士去醫院求醫 警員對他的說法有所懷疑 其間警員在他附近的草叢之中 發現了兩大包裝的小小包 懷疑是可樂的毒品 即是叫警犬到場協助手車 但未有進一步的發炎 警方一度懷疑這個男乘客 可能涉事私家車的司機 就逐替他們進行酒駕和藥物測試 他通過測試 警員調查後 這個男乘客實驗藏毒被捕 警方正聯絡車主提供司機的身份 為何連續說兩宗交通上發生的事 因為8月7日就是新月 人身雙沖 人身至海其實就是四翼馬 所以在新月8月7日之後 那三十日很多交通意外 所以大家不要吊耳輕心 又不要喝酒來開車 害死人 另外就算你是行人 不要拿著手機過馬路 有時如果他失控的話 有時撞去行人路也未必 未必不會的 所以希望大家小心駕駛 另外跟夏惠伊和潘比力先生說一聲 一路信封 因為很難得的 我覺得長者到這個年紀 仍然都找到另外一個老盆 他們很甜蜜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很健康 經常給我們一些笑料 說多一些他們的性生活 雖然我不想想到 不想忙 但是問題是 這些很剝花生 對不對 這些開心事 最近很多不開心的消息 看見他們很開心 真的很捨不得 那好吧 我現在睡覺了 現在是4點16分 好嗎 好的 給點掌聲 這對雙相好 sweet 好 看完影片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和like 好 等我多睡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再見 拜拜